年约40岁的洪女士 也是一名家暴受害者 她两年前带着三个孩子逃离家里 其实这个家庭暴力是慢慢慢慢的出现 那时候是从婚外勤很多次 然后我每一次也会原谅她 然后她慢慢的出现那个暴力 不理我们 不理我和孩子们 我们在家里吃东西的时候 她会买很便宜的东西给我们吃 很难吃的 能吃到我的孩子们情愿吃白饭也不要吃菜 然后她自己就会吃很好吃的东西 在2020年8月的时候 我回去香港我妈妈过世 我去她的站里 那时候我回去一个多月 回来新加坡以后 她就开始大量的喝酒 一个晚上可以喝一瓶红酒 喝很多很多 然后就会大声的呼喊 也会晒东西 我的孩子们他们过来我身边一直哭 说爸打他们 他们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我四岁的孩子跟我说 爸爸说没有伤口 没有出血 没有人发现 那时候我觉得情况很严重 因为四岁的孩子不会这样说 他也不会那么机灵去说这样的话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她来的原因是因为朋友叫她来寻求帮助 当我们跟她谈孩子的问题的时候 她可以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孩子所承受的暴力 而暴力在他们性格上的影响 可是当我们在跟她谈 她自己所遭受的恐吓操纵的时候 其实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那算不算家庭暴力 很像大多数的受害者一样 可能会跟自己说 只要她没有打我 可能我就不是暴力的受害者 我们发现她丈夫酗酒的情形越来越频繁 而且打骂孩子和控制她行为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当我们跟她这样说的时候 她回答我们的反应是 她当下很乱 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她要回家想想再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当初我不愿意出去求助 我觉得家庭的完整是很重要 孩子们有爸爸是很重要 所以我没有出去求助 还有 我是觉得我是永久的居民 我没有那个权利 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就没有出去 我最担心的问题 如果要搬出去的话 就是最现实的金钱的问题 我没有收入 我的支付也没有了 她没有付生活费的时候 我花关我的支付 我的父母亲也不在 他们都过世了 所以我就根本没有能力带孩子 所以我觉得我逃出去也没有用 遭受家暴的洪女士原本是家庭主妇 由于已经有八年没工作 她逃离家里时身上只有三百元 她说下定决心离开 主要是孩子和社工给了她力量 那时候我在家里想 这个情况很严重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社工说 我很怕 我决定要搬出去 我再跟我的社工去了解 我可以怎样搬出去 他就叫我怎样比较安全 要小心 要跟什么人去联络 或者是不联络什么人 我下定决心要逃离这个家的原因是 我预示到我在教导我的孩子们 忍受暴力的环境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要逃离这个家 我逃出去 就是要教导我的孩子们 一个正确的方法去面对这个暴力 不是要忍受 默默地忍受 也是要说出来 要说不 洪女士在社工的协助下 申请到个人保护令 并带着三个孩子开展新生活 也找到了工作 自力更生 虽然林婆婆已经远离施暴的家人 但是家暴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 我每天在床上有时我一下子睡觉会进醒来 说我这么会这样子 太可怕了 因为你知道你晚上睡觉 十二点一点 人家一下子冲进来 我笑到 我每次笑到很厉害 有人问我 你怕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怕什么 我在梦中一下子冲 给人家吓到醒来 华人都会说家丑不外传 可是不外传的话就默默承受这个暴力 对我和小孩子们都不好 一点都不好 也没有阻止暴力继续严重下去 我愿意站出来说我的故事 是我要鼓励其他人 如果有事的话要说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受家庭暴力的这些受害者 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 例如如果你是个邻居 你觉得你可能听到你的邻居可能经常有一些吵骂的声音 或者是孩子被打 或者是父女的哭声 或者是老人家好像衣着不整 或者是好像营养不足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怀疑 其实你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国防止家暴 还有性骚扰的热线 如果我们怀疑有一个人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 我们就应该劝他鼓励他去举报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 无论是开导他 辅导他 或者是向他介绍更多其他的一些求助的一些渠道 全国防暴力及性骚扰热线1800777 0000 若有人有生命危险 请拨打999 或发送短信至71999向警方求助 前线追踪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发世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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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